從咱們爆出了這個遼寧會選案 蘇漢章 王陽 王敏 特別是宋主英 楊嵐事件 之後 聖經 張玉坤 秦城監獄的 原來的某科副監獄長 給我們這個傳遞了更多的信息啊 都是陣容發聩啊 太重要 太重要了 另外一個 大家未來你們會知道 給我們爆料的整個這個遼寧會選案的背後的人 現在國內的人也都很關心這是誰啊 是吧 你們會震驚的 那麼也特別感謝國內的各種體制內的戰友呢 發出來的各種反饋啊 對於一些黨內的人 體制內的人 他們是很有感覺的 他們聽得懂 他們感受得到 他們知道這意味著什麼 同時曾家 還有江家 孟家 王岐山家 這些人他們也很清楚他們幹什麼 他們想幹什麼 他們曾經幹了什麼 他們也知道他必須在未來幹什麼 可以說 這個事情把整個中國過去的政法委系統 把整個共產黨中繼為系統 槍霸子 刀霸的事情 基本上是一個重要的縮影 特別是前權交易 前性交易 像趙本山啊 楊嵐啊 是吧 像吳征啊 所有這些事情啊 大家也會看得更加清楚